各位同心 大家午早 大家好 高級班的學員 你為什麼要想高級班 初級班跟高級班有什麼不一樣 高級班最重要的一個事情就是 我們要換我們的頭腦 因為頭腦是要怎麼換 差不多六十九年七十年以來 因為台灣人受到中國人 中華民國的占領 要有他們下的歷史課本 是跟全世界都不一樣 一個事情你要想清楚就是 日本的政國人士 政國人士是什麼所在 政國人士就是日本政府 因為政府為了要紀念 要祭拜 替日本人出征 就是出征 過身的那些人 會新主牌 把他抓一抓到頂 總共有多少 有兩百五十萬人 一直從有歷史以來 不是說你親親菜菜 你要放在新主牌 要放在全國新菜 他就要動他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簡單 但台灣人有多少人 放在裡面 有三萬九千一百萬 但是我們在 所思的課本裡面是說 日本侵略台灣 日本竊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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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是錯誤的歷史 日本從來沒有竊戰台灣 台灣是因為你馬關雕躍 甲午戰爭 1894年的甲午戰爭 你請到打敗 打敗以後 你掛台灣背人 好像不像你 跟別人打敗 別人說 你跟我打敗 你打敗 你會背我 我有什麼孫子 你會給我背 他沒有東西好背 他就說 沒辦法掛 台灣比較平衡給你 其實不是只掛台灣比較平衡而已 他還有掛一個 就是遼東半島 遼東半島 東北 那個地方有一個叫做遼東半島 遼東半島 就是奉天 奉天 奉是尊奉的奉 天是天上的天 奉天這個地方 是萬青的發源地 這是算是中國的清朝的原始的地方 這是屬於他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國際法有規定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不可以掛 無關你什麼原因都不可以掛 但是只有一個 那個原因可以掛給人家 掛給人家的土地一定是殖民地 居民地 市民地 他這樣可以掛 不是市民地 他就不可以掛 所以他在馬關條裡面 所以 他也有聲說 掛台灣坑 那刷下去也掛一個叫奉天的地方 給日本天 掛之後馬上三個國家出來抗議 義大利、德國和蘇聯出來抗議 他說 你不能掛奉天 給日本 因為這是屬於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日本的政府 那個歷書克本裡面 他效果一個叫做三國干涉 三個國家出來干涉 所以一禮拜以後 日本的天皇 跟中國還簽一個條約 叫做遼難條約 遼難條約 遼難條約就是馬關條以後一禮拜 一種奉天的所在 行後清條 台灣跟平洋 這是一個殖民地 他不用行李 這是歷書裡面 來講 一九九五年 這是一百九五年發生的 一九九五年 日本跟 韓國 又簽一個叫 併合條款 什麼併合條款 就是韓國 將韓國的租販保留 但是管轄權 還給日本天皇 這是一九零五年 這一九零五年 所以你看 在那個時候 阿舅的所在 韓國 掛給日本天皇 但是這個掛 只掛管轄權而已 台灣是管轄權 跟租販 都給日本天皇 所以這兩個所在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九零五年 四月初一 日本天皇 在韓國 跟台灣 實施 民治憲法 的時候 這兩個所在 他都給 台灣人 跟韓國人 都給他參政權 跟參政權 但是這個韓國 跟台灣 沒什麼一樣的所在 就是韓國人 保留他的主權 所以就要在一九五二年 四月二八 古金山好明條 還有 二米 當然二米 當然二米 是韓國 韓國 因為日本 是說 我放棄管轄權 韓國就獨立了 但是對台灣 放棄管轄權 台灣不可以獨立 因為台灣的主權 又是日本天皇的手套 這是韓國 跟台灣 在國際法律裡 最大的區別 我最近 尤其是這五月 這五月 安倍 的所有論述 裡面 日本的行政 一百八十七月 聯合審 這個 這個契 我 裡面 和主委討論 這有很多觀點 我們台灣人 搞不清楚 可不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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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國神 每一年 八月十五 我們去日本 祭拜 建國神社 每一年的 十二月二十 我們去日本 祭拜 建國神社 二三 向日本天皇 祝福 為什麼只有中國 韓國反對 日本的軍隊 打一打 和整個東南亞 都打得 打一打一打 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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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 馬來西亞 外南 緬甸 這幾個地方 通常是日本 日本軍隊 一打 一打 而且速度很快 你會想說 是怎麼日本 在東南亞 發動這個戰爭 有一點點 為什麼東南亞 那些國家 對日本在祭拜 建國神社 都沒有反對 只有中國 跟韓國反對 日本在祭拜 建國神社 你這樣不覺得很奇怪 我如果沒有說 沒有你不覺得 但是我如果跟你說 年秋應該要 對這點 你應該自己想 為什麼 日本 攻佔了 東南亞 如果 照他中國人的歷史 就說 日本去侵略東南亞 為什麼東南亞 這些國家 在怕 祭拜 建國神社的時候 沒有反對 甚至 要它 讚成 為什麼東南亞 這些國家 不只只暫行 現在國家 日本聯合起來 要抵抗中國 因為 在世界一年的時候 日本人 是我們阿州地區 最多的國家 這是全世界裡面 如果要選地區 地基流 日本選擇第一流 所以日本 既然是第一流 他 怕這個 東南亞的時候 他發的一個 口號是什麼 他說 人種平等 就是 所有的人都平定 你白種人 不能在一天到晚 在那邊欺負 黃種人 那你再想看看 在二十四世界 第一情 全世界這些國家 全大部分 都是什麼 都有風土 全世界 你要聽到聽 全世界 第一 清潮有風土 對不對 日本有風土 福利賓沒有 福利賓因為這個 國家是 老闆西班牙 佔領 把它當作殖民地 最後 在美西戰爭的時候 西班牙講 福利賓 掛給美國 所以這個所在沒有 但是西班牙 也有一個 也有魯王 也是 上面是 有國王的地方 湾南 有王朝 印尼 馬來西亞 泰國 緬甸 全世界都有風土 但是這個風土 因為在那個 海洋世界 那個時代的時候 這些國家都去 西方北中人 白種人 強權 漸漸 同時都變成 他的殖民地 什麼叫做殖民地 殖民地是 我共的國家 去拿這個土地拿出來 我不是跟你說這個土地外 但是 他是這個土地 經營他的行李 像東印度洋的公司 經營台灣港幣 在台灣出山這個 做 蔗糖 庭 這些東西 出山之後 他們這個國家給你收 雖然他有錢 他用武力給你贈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不是奴隸 但是實際上在剝削 所以柯文哲 那時候他講一句話 他用什麼人去 讓殖更久的人 老百姓是幸福的 所以這個事情 你可以思考 想說他說幸福 就是去讓殖民地 這個地方的文化水平 經濟水平 都大幅度的提高 你看看齁 我們台灣在中國還沒來的以前 我們的教育水平 差不多達到百分之百分之百多 九十 都月利都有賺錢 那中國月利的才多少 百分之十不大 我們台灣 是像是去給日本人 但是日本人搬開始是台灣 是他的殖民地 沒有錯 但是 日本天皇 實施萬國公法 一九三千年的四月之一 好民化 台灣先實施 好民化以後 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之一 給台灣人參政權和參戰權 這是叫萬國公法 讓我們台灣變作 他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人民變作日本人 和日本本土的日本人 享有的地位是一樣 當然如果沒有變作日本人的意見 台灣人的抗議 為什麼日本人的台風比較好 我們怎麼會比較壞 日本人的一個回答 他說 我日本人 這個 訪台日本天皇 尊敬日本天皇 兩千幾年了 我們人會說立議 你台灣人還沒有說 所以你們就要學會說一句 台北人的習慣跟我們日本人一樣 在北海道 北海道本來也是日本天皇的市民地 北海道是原住民叫做愛奴族 他講的意見跟日本日本人不一樣 就是北海道那些人 但是日本也是生地 那種所在生死是方民法 讓他穿的衣服 讓他穿的衣服 儘量跟日本都一樣 然後 再將這個土地 實施憲法 拔併到日本的本土 所以台灣是這樣 竟然這樣進行 變成日本乾隆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現在問題來了 六十九年 我們台灣人到底是要變成我們自己 還是要繼續給日本統治 也不是叫統治 因為 古今三好民調的第一條的意 已經用日本天皇說 你不能去統治 台灣 第二條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所以台灣可以走 為那個路 你們聽清楚 自治 Self Government 自己關自己 我們 表明上 不像這個 這個政體 不像日本 也不像中國 也不像日本 美國 什麼叫做Self Government 這個主題就是 日本天皇要再到的 因為它有我們的租款 就跟英國一樣 英國的魯王 他會比較 會聯邦 有五十一的國家 包括什麼 澳洲 包括 加拿大 這些國家 都奉 英國的魯王 做他們的精神領袖 這精神領袖 我給你形容 好像想一想 你們家如果有拜拜 紅家島上的神明 紅家島上的神明 你有它很尊敬對不對 你的父母跟你交代 每一天在一起 要去 尋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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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尚 你也是這樣來 他 dla Shall- Cont謙 那那個是asonable 你能你的 基本上來說 是一個心理上的因子 日本天皇也是一樣 所以 連絡國庭一ckeu ho cung 他就說 這樣後來讓我們台灣跟日本 變成common wills common wills是什麼 幫聯 或者叫做聯邦 大家都一樣 日本和台灣的地位都一樣 台灣人有台灣人的領袖 這就是這麼多年來 六十九年來 美國騙人 幫娃娃 讓中華民國你自己統治 他利用這個時候 讓你台灣人 給中華人 給中華人 美國在市場是要用我們台灣人 去影響中國 這是很妖怪的行為 你叫我們去影響 不然如果影響不過 我們就去讓中國打 所以現在為止 美國政府對台灣的一些政策 你看台灣管理法 為什麼有這個台灣管理法 全世界只有一個台灣管理法 台灣管理法 又是美國的國內法 你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台灣 是在美國 那個法律是美國的一個國內 美國國內的一個法律 這是怎麼樣 很簡單 為什麼呢 占領的管理 因為美國 今天要是台灣這個土地 軍事政委 占領請 這占領的一個定義就是 在一種 某一種形式上面來講 你是屬於我海外管轄的一塊土地 雖然不是我的領土 但是我管轄的一塊領土 所以這個台灣很珠惜的狀況 但是呢 台灣人 坦白說 這些人從來沒有去研究戰爭法 都靠金錢 國民黨來台灣 黑白武 黑白台 包括禮禮拜 白色恐怖 讓我們台灣人對這個國民黨 非常討厭 討厭得很厭倦 但是台灣人也有很多 得到一點好處 就去換他 就是那些 加州國民黨 那些都差不多是我們人的心態 你看現在開始在跳船 現在一個一個選佈說 他要跳出國民黨 他不在做國民黨 其實有很多人 也知道台灣民政府 他也知道 台灣民政府將來一定會執政 我想說一定會執政 因為在現主席的建政法裡面 美國一定要在台灣設立 臺灣民政府 成立臺灣民政府 幫忙臺灣民政府 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在2006年10月2時 我們臺灣民政府去 顧美國的時候 會抵抗第5點 美國反應就跟他說 你美國的行政黨 要主動協助 這個臺灣民政府 看有什麼要求 真的 這幾年來 2009年選佈以後 現在2005年 這個6年的中間 美國幫忙很多 但是有很多人 他也是不清楚 不是說不清楚 挑割他不清楚 因為大家會怕 因為這幾年來 有很多已經 我國民黨 我中國人 我很久的人 他開始有煩惱了 你是年前絕對煩惱的 怎麼說煩惱 他去中國 連爺爺 您回來了 他們那些人 在他煩惱 甚至年前 自己在那裡 他是 純種著中國人 你真正的人 臺灣民政府 這次 你說那些人 我們會 會黏黏黏嗎 不會 我們會 努力的實行 轉型正義 阿扁 路邊 讓他抓他一尾 就是因為 他轉型正義 沒有徹底 當然 這就要再說 阿扁跟吳書貞 吳書貞有收錢 這是事實 阿扁知道嗎 理論上來說 在法律上 你要把他認為說 阿扁不知道 因為 這是兩個個體 不可以說 你們母貴收錢 就 老公一定知道 這是不一定 因為大家也知道 吳之珍很強悍 阿扁比較軟 你看阿扁去過關他那麼多年 現在很多人 現在打官怎麼辦 沒有 你還蠻 先跟你關一關 現在關到沒了 說你沒罪 其實這美國老闆 有跟我們說 阿扁那個 抓去 抓去 前一年 美國的政府 就 派專人來台灣 跟我們面談 他說你去看阿扁 阿扁 你跟阿扁說 錢不要回回來 錢 他在海外錢 不要回回來 美國願意 派一千基 將你們幾個家族 把你帶去美國 這個事情 我過去都說不太清楚 但我今天說得很清楚 給你聽 他這就是傳播 這全世界都看得到 我 鳳明 我去找阿扁 我跟阿扁 他關在那裡 我去看他三次 大家要回錢都是 我去 丹紀中 他們學生 在海 我 有帶我們 的同心 稍後 那個客戶 要跟你們上的 潘涼華 他和我當時 去高雄 跟丹紀中 既民 丹紀中 的政府旁邊 有的人 一個飛相 飛相 跟丹紀中說 傭人啊 你如果不算 你丹家的 這個政治的 那個命脈就沒了 你一定要算 所以丹紀中 我們離開 丹紀中 叫上飛錢 又飛七八個回來 你想想想 美國說你不要飛 你又飛回來 你飛回來 不是證據確鑿嗎 你自己自信一樣 說你有收錢 那後 我跟他說了 美國不想 美國派三個檢查 來台灣 你不知道 還會記得這個事情嗎 三個檢查 來 跟法務部說話 說什麼 沒人知道 其實 那就是美國 跟我說的事情 他們要把 阿扁 引渡回去美國 為什麼 要把阿扁引渡去美國 因為當時 我有帶阿扁 告美國的軍事政府 為了這個事情 把我起訴 不是起訴 把我偵辦 把我跟阿扁 兩個當作外犯罪 偵辦 去高檢署 但是 坦白說 我一點點都沒有害怕 我也覺得說 你這是演戲 因為那人說 陳學勝 李華議員 在李華議員 在他接吻 說這個林保保 去把阿扁 在美國國 這個林保保 是犯了外犯罪 高檢署 就只好 找我去 有幾個東西 被我去高檢署 哭到 說 是啦 是啦 秘書長 你會讓他抓他 我說你不用反路 他們絕對抓不了我 果真沒有錯 我去高檢署的時候 那檢署官 在他上面 記者說在外面 你知道他跟我問什麼 你會覺得很差勁 他坐著 他還不知道要跟他反對一條 那六法全書在那裡 一個病 我說你不用翻啦 一百零六條 一百零一條 喔 一百零一條 所以我跟他問說 欸 你今天叫我來 我是什麼 我是 被告 還是 證人 因為傳票裡面 沒什麼 我是被告 還是證人 他說 他就說 沒正義 說 你是被告 也是證人 說我是被告 也是證人 我就認了 你是中華民國的高檢署檢察官 根據中華民國的法律 證人 要講實話 被告 可以說謊話 所以被告跟原告都是可以說話 怎麼說 變告書 什麼人告書 比較好變的人贏 中華民國法律一塌糊塗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台灣 我告訴你 煙你也差一點點 一半 黑白便告書 變更好的人 打贏 我看太多了 這種的事情 我一個人說 他怎麼出來 他說 我知道 你法律很好 你不要在那邊 吐槽 我說 你到底要怎麼樣 他就 看不到 兩三分鐘就結束了 我就問 那我離開了 他說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要走 外面人家記者 你兩三分鐘出來 這樣就說我不盡責 把警察說 你把那張椅子拿過來 請坐請坐 我們聊聊天 我在那聊天 聊到什麼 幾十分鐘 在那裡出來 心想記下 跟他說台灣民主的理念 讓他聽 這就是 高檢署 那人在扮 說 外犯罪 我說這個重點就是 是 實際上 阿扁 當然阿扁 如果真的台灣民進府執政 阿扁應該要去美國 給美國 給自己一個媳婦 因為阿扁 是代替美國的軍事政府 在台灣 做台灣的行政長官 那不是叫做總統 就是 尷尬者 在台灣這個土地 那間議員叫做 High Commissioner 行政長官 所以台灣人不知道 這個法律的來源 法律的來龍去脈 所以差不清楚 阿扁在國民黨 所以就要把他 要把他兵後党 要結兵 所以你看 民進黨現在已經走入死胡桶 一方面說 我沒有中華民國 一方面說 台灣已經獨立 阿你不覺得那小的嗎 你自己想想 一方面說 台灣都要獨立 賴清德說 創英文說 維持現狀 阿什麼是維持現狀 是維持中華民國的現狀 台灣還是維持台灣的現狀 到底什麼 阿台灣就都生活在那個矛盾之中 阿這久以來 他走在為止 你相信 你自己去看報告 你自己覺得迷迷糊糊 到底台灣要怕什麼 你都說 我沒清楚 台灣要怕的路 為在這裡而已 台灣民主說的這個法律的路 這個怕法律的路 那是結明 也是一種的結明 但這種的結明是快樂的革命 所以 我們十二到十三 在南部 中部 這些蝦西 會遊行 我們叫做 快樂法理革命 的遊行 你不是說來最好 我民進府奔一支刀給你 奔一支穿給你 跟你說 槍阿 不是 我跟你們說過 我們是要用和平的 法律的東西 必多必請 又有夠力 當然啦 在我們現在在要成功的時候 外面有很多獨牌 通牌 就開始會怕 開始會學會 跟我們學會 說一些 世事而非的理論 讓一些人 心思 會動搖 像我像 我前後 上禮拜 台北七位 一個女士 就是我前後 說的事情 她的兩個孝生的反對 她都不要跟她說什麼 她用頭納 什麼頭納 她就去請 給家庭本 然後 將這個給家庭本 將她的阿公 阿嬤 大情出事的事情 給她的孝生 給她的孝生 給她的孝生去看 看一看 她都還沒說 她問孝生 你現在知道你什麼孝生嗎 那兩個孝生 那兩個孝生 和孝生 馬上上頭說 我已經清楚了 我們總是日本人 那就對了 阿現在問題在哪裡 日本人 我不是說日本人 阿有的名字 更快回來後 更快寫一個派 把日本政府 申請日本課照 NO 我們現在的 所謂日本人 的課照 是什麼東西 現在的日本 和大日本 有一樣嗎 沒有一樣 因為 憲法協會 憲法在1946年 麥克阿瑟 改憲法 改兩條 你們看改兩條 那兩條就很厲害了 第四條 和第九條 對不對 第九條 現在安倍 把修正倒回來 日本現在可以出徑 以前是不能出徑 就是說 我都要坐在家 每天都要坐 等到有人把你拔下去 拔下去 你才可以反抗 現在不一樣 現在不一樣 現在日本 如果我看不敢 我就出便 我就把你拔 所以你要看 現在中國 對日本的態度 會改變 一定會改變 一定會改變 我說日本的武力最強 六方會議 就是韓國 北韓 北韓 蘇聯跟中國 另外一邊是 日本 南韓 和這個 日本 南韓跟美國 六方會議 中國人問 美國人 他說 你看 全世界 的武力 最強的 不是我 中國 就是你 美國 美國 跟他害怕 NO 中國也怕一條 他說 蛤 不是你 就我 他說不是 還有一個很強的 什麼人 日本 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臣的 以前 要結束的時候 有幾艘的航空母艦 你知道嗎 29艘 日本有29艘的 航空母艦 中國人 到現在只有一個 叫做 遼連河 我是挑戰 和發言 給他不正確 遼連河 我都叫做 遼連河 日本到現在 一隻遼連河 遼連河 上面還沒有危機 那時候 日本已經有 19艘航空母艦 再來 法國 以前有一種 飛機 科技 叫做協和號 叫做協調 又一隻